來 我要請問縣長 縣長 來 縣長 這一張好 都可以啦 這一張好 來 我先問一下 這個 我不知道縣長的看法 來 你請回答一下 縣長請回答 謝謝大會主席王議員 謝謝蔣議員的 這個針對 這個立委黃國昌的質詢 我想幾個面向 第一個個案的部分 這個工程糾紛的個案部分 或是涉及有人貪毒違反的部分 這個都要移送法辦 這個呢 那下一張 你竟然就講到這個 好 那 那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相當不以為難 我認為個人 那我問你現在相當不以為難的意思是什麼 你讓我講嘛 你問我對不對 我相當不以為難 屏東是大家的故鄉 有些人要給他摳帽子 或是有些人對特定事情不滿意 但不能抹殺所有善良的屏東人 這第一個 第二個 至於針對有匯選的案件 或有貪毒 我沒有跟你講匯選 我再問你 那你工程 現在目前屏東 你們縣政府總共有多少的工程在做 可不可以誤會 可不可以回答一下 你知道嗎 我就是要回答你就不讓我回答 就是我 我不會佔你的時間 你問得很厚 議員 我想我們都在屏東這邊服務 但我們對屏東有特定的情感 但 我們不容許別人這樣誣昧 但如果有涉及到個案 比如說工程的 貪圖的 比如說匯選的 這些國家有一套法律機制 誰涉案誰就要應該嚴懲 縣政府站在保護憲民的角度 保護公務體系的一個運轉 這個我們責無旁貸 但有些個別脫緒的一定會秉公處理 像之前他講的這個契合局 水利署這個案件 我們也主動表解這個事情之後 警察局主動把雙方找來 一定強制要做筆錄 那麼他們說已經和解 但不行 這個是公訴罪 還是再用把它移送 這一個 第二個呢 針對所謂的黑道故鄉 我個人認為 我相當沒有辦法接受 那當然我們 我們尊重所有監督屏東的 所有的民意代表 大家監督全 大家個別的各自的看法 我們尊重 但我們沒辦法接受這樣的論述 那至於屏東的所有的公共工程 我跟議員報告 屏東縣市 很多縣市裡面 極少有成立發包中心 所以有一年 我們的發包中心 大概就是採過品管科 集中 然後有專業的科 個別局處辦之後 匯程到那邊去公開發包 這個過程都是全面透明 所以一年呢 像去年 就有四五百件的公共工程 那今年呢 一到四月份呢 就有 一百七十幾件 所以呢 基本上 這個有它嚴謹的 包括 由政風 人員 包括所有相關的一些 專業人員 他們去處理 那我問你一下 呃 我據我了解 好像這個 得標工程的公司呢 都是大公司 去得標 然後再分給這個 分配給他的合作廠商 像那個太宇 估價 呃 呃 事務所就是這樣 他是在高雄的 我說奇怪 為什麼很多工程 我來服萬見 都是太宇在估價 那 那 可是去查呢 太宇也沒有得 也沒有去標工程啊 就問起來 欸 事實上是 大公司的去得標 然後呢 再分給他的一個合作廠商 是不是有類似這樣的狀況呢 議員科這個可能要弄清楚 這個 地價查估的 有地價查估的公司 公共工程的公共工程 他是標這個工程 比如說啊 我要 像那個火車站 他整個工程就標起來 可是他要去拆房子啊 然後呢 他就找那個太宇公司 去做估價啊 所以 所以他 也不是太宇去標這個 這個縣政府的工程 這個 這個拆房子的 這個估價的工程 而是別的公司去拆的 呃 去 呃 去標到的 然後就 幾乎都是給太宇去做的 我看起來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 因為自己這個私人公司 要委託誰股價 這個有他們的自由跟權利 這個我們沒辦法自費 但這個估價是必須經過認可的 你那個掉了 那個掉了 估價是必須經過認可的 因為 他必須有合格的估價師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執照政府認可的 這不是隨便人可以去估 因為 他必須有取得公信的 所以這個部分有政府認定的估價師 那至於他怎麼私人臨聘 這個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去自費 OK OK 那我了解 那 現場請坐 好 來 上一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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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